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蔣部長 蔣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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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部長好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招委排了 這個菸品健康福利券分配跟運作的 辦法的這個討論 那聽到現在 我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到底你們在修正這個辦法的時候 你的內部召開過什麼樣的會議 而你內部的各個單位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 就是做出這樣子的一個修正 所以你們是內部討論定案完之後 所以就公告 然後就實行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們討論的過程 到底言不言謹 我想剛剛很多委員都在質疑 你到底調整的標準跟依據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再重述一下 是 那個公委員報告 這個為什麼會要調整這個分配比例 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使用這個經費的各單位 都覺得他的經費不夠 他們實際上有這個需求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我要談怎麼樣調整 怎麼樣分配的時候 那當然各單位都會有他的意見 那我必須很坦白的說 例如說我們要把健保安全準備 這個降低 從70降低到50% 那健保署當然會有意見 那其他的單位要調生 他們都覺得我這個調的太少 我還是不夠等等 所以我第一次召開會議 幾乎沒有辦法談下去的 所以你總共大概召開幾次會議才拍板定案 我的印象裡面 我正式的會議開兩次 但是我私底下就做了很多協調 溝通協調 對 協調 協調完了以後 最後 坦白的跟委員報告 我必須要拿出我當部長的這個 之前 我說就是這樣子啦 因為 每個人滿意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作為部長的擔當 也是考驗你的決斷力 就是說聽完 大家各自不同表述之後 你作為部長你當然必須要有所財事 然後你要承擔這個財事之後 社會各界的反應跟聲音 我覺得作為部長 承擔起來這樣的責任 勇於做出決定是一件好事 過去我們看到太多的部會首長是不敢承擔 所以那就這樣子 持續一直各自表述 然後不敢拍板定案 所以基本上 今天您內部經過了多次的溝通會議 然後兩次正式會議討論 然後拍板定案的這樣的一個運作辦法 我覺得基本上我這邊是表達支持的 就是說這已經是經過你們內部高度的 折衷協調之後的一個結果 所以今天我看到有委員可能提出來 要你們再修正一次 我不曉得那個的後果會是什麼 就是說要你們內部 你們內部又再來一遍 那對於實質的 我們能達到的政策的效果會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說是按照 我現在已經聽說有委員就是要提案 就是再退回去 讓你們再重新檢討 那您覺得那個後果會是什麼 整個內部再來一遍嗎 大家再來吵一遍 我覺得那個會造成一個很高難度的一個情況 是 所以本期這邊認為 既然你們內部是經過那麼多的討論 折衝 而且你也勇於承擔 您是部長 再退回一遍 您還是部長 我想您的這個 您已經做出了您的決定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讓這一套辦法先去試用 試用一段時間之後 再發現有些什麼樣的 不合理的地方 或者是不妥的地方 當然可以依據事實再提出修正 因為如果有委員現在都還沒有上路 就提出修正 那他也沒有事實的一些依據跟看法 只是用假設性的說 這樣子可能有些什麼不妥 所以我的立場比較是支持部長 您做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我想您已經想盡辦法去折衝協調 到現在我相信你內部底下的不同的單位 可能還是有不同意見跟聲音 但是拍板定案就是拍板定案 要不然這個政策都不要做了 所以第一個這個是我的立場 第二個我覺得今天媒體在討論的是說 你這整個辦法裡面 你的整個燕捐回來的這一些將近300億的錢 你用的方式可能還不夠公開透明 這一點我覺得今天部長你作為 你一方面管理燕捐這邊的錢 還有你同時也會看到公益彩券回饋金 它的整個使用跟運作的方式 包括你們自己在這個辦法裡面 你們自己主動都 我想你們是某部分的承認 就是說過去的使用方式 還有不夠公開透明的地方 那本期這邊的建議就是 昨天媒體又訪問我 我覺得既然有關社會福利 公益彩券回饋金的使用方式 也是你這邊在管 燕捐這邊也是你在管 你應該試圖讓它的整個運作 是更公開透明 我看到民間團體的聲音它的質疑就是說 對於整個運作的方式 還有實際使用的方式 還有包括剛剛的林體業委員提到 希望你們公開所有的計畫 跟財務 我覺得現在是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社會 大家要求就是公開透明的監督 所以為了視眾疑 為了不要讓大家這個用異色性的 來攻擊你們說 你們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黑箱啊 所以你們這個是小金庫啊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你應該就是 好好的把你的這個審查機制去做檢討 然後把你每一項計畫的使用情況 你就公開上網向全民報告 我覺得這個會是對你來講 在現在的爭議當中最好的處理模式 部長你怎麼看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這個看法 本來像這些經費的運用 就應該要公開透明 而且受到各方面的監督 那我們這個整個即便是燕捐 他還是受到預算法 會計法 決算法 審計法等等的相關規定 所以我們都是按照那個相關規定 那我們也有把相關資訊上網 但是它是不是夠詳細 這我覺得可以檢討 總而言之 我認為公開透明 絕對是應該我們要做的方向 對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兩份 這個就是關於你們這個公益彩券回饋金 你們的使用辦法 你們有一個處理原則 有一個作業要點 裡面非常詳細的去交代 就是整個要怎麼樣去組織起來 然後怎麼樣去運作 然後要怎麼樣公開 甚至每一個計畫來的時候 就要怎麼樣的審核 其實非常清楚 那我覺得既然都在你掌管的轄下 有一套運作是規範這麼清楚的 你應該回去就是要把這個部分再加強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要問的就是說 今天重新調整比例之後 事實上每一個單位都有增加一些預算 可能是1.3到2倍不等的提升 那這些錢用在哪些地方 我想民眾會更在意 所以這些錢你如果能好好的使用 把這個使用的效果讓民眾知道的話 我相信你會得到支持 但是如果你的使用不當 那的確可能會 在將來的整個民意的情況底下 這個煙捐不太可能再增加了 可能會採取是用稅的方式 那第一個我要問的就是說 像偏鄉的醫療 偏鄉的醫療一直是過去以來 我們現在還做得不夠好的部分 那在這次呢 偏鄉的醫療呢 你從原來的2.5%也提高到4.5了 表示說衛福部很重視偏鄉醫療這一塊 那本期剛剛其實有一個領體也提到了 就是偏鄉醫療當中的兒童 他可能更是弱勢中的弱勢 你不可以讓他在偏鄉醫療當中 他的兒童就醫權受到一些剝奪 所以這一塊的強化 這個未來是不是你們可以 把這個煙捐的資源善用 去強化我們兒童醫療在偏鄉地區的 他的這個醫療的就醫權 是 剛剛委員也有提案 那我們同意 我們會把這個偏鄉 我們事實上這個 補助這個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我們增加的幅度還不算低 我們增加了13億左右 是 那當然一定會再強化有關兒童相關的這個醫療 這個師長要補充 這個師長要補充 報告委員 如果說那個一發基金有這個 讓我們有經費的話 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去 有一個專案計劃 對於偏鄉兒童的這個急診跟緊急醫療服務 我們這邊會專案來獎勵醫院來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你這部的計劃可不可以提出一個具體的書面的計劃出來 你大概需要多久 是不是 因為我們會找學會來談 大概給我們 一個月 對 是是 好不好 一個月之後我希望你可以提出具體的計劃 我想這也是具體回應社會大眾 就是說今天你多增加了預算 多增加了資源 那你錢要用到哪裡去 我覺得必須清楚從你的計劃當中去編列出來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見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我要請教的是那個 這個部長你先請回 我要請教一下是這個邱署長 是委員好 署長 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個WHO 他一直提到說這些加工肉品 對於健康或甚至對於癌症的這個風險 他其實是可能他會變成是一級的致癌物 就提醒大家可能要少吃 這是確定的致癌物 對 那在你們這個國健署裡面 你們有很多 是在做癌症的防治 對他主要他八成用在篩檢 是 對 那這一次的癌症的調整裡面 你們應該也是增加了錢嘛對不對 那未來你們要怎麼做 你們這個癌症防治的費用 從5.5%提高到11% 沒有就是因為他還不夠 他其實需要13% 依照目前篩檢量 他已經需要13%了 所以我們即便是這一次的調整以後 我們是 就是完全在大團隊裡面 大家一起就遵照部長的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其實還會用到過去年度剩餘的一點點錢 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不夠的 所以現在國人對於這個癌症篩檢的使用量是很高的 不是沒有啊都還不夠 現在比如說都還不夠 對光都還不夠就已經不夠用了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需求面 現在需求面很高嘛 所以你這些經費使用下去 你現在只能滿足38%嘛 就是以既有的 在我們去年的使用 就已經需要到大概13%的厭倦了 好但是因為你這個錢是增加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因為國人用了 對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也做很詳細的 讓國人知道 就是說你今天增加的經費 但是因為國人的需求面其實非常的高 那高在哪裡 你的量增加了多少 然後不足的還有多少 我是覺得透過這次大家充分的討論 我希望就是衛福部下面所屬的各單位 都要把你這筆錢用到哪裡去 非常清楚的呈現出來 那這樣子國人才會放心說 讓你們是繼續用厭倦的方式來使用這一筆款項 好不好 是 感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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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